哈喽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这个视频是记录了我如何解决我学生手机Google Classroom所面对的问题 他那天发一张照片给我,说他的Google Classroom突然不能登录了 然后通过video call的方式,他的网路又出现问题 所以我决定亲自拜访,去他家帮他解决问题 由于这个学生的网线不是太好,然后我们通过video的方式是解决不到问题 那我们现在说话,去他的家,走吧 OK,让大家看看,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学生的家 然后我们看看他的手机有什么问题 OK,给大家看看这个 输入对的号码过后,按Next 他是不能的 原来这个字体是不能的 又发现新大陆了 希望大家不要下载这些字体,制造麻烦罢了 然后选择最好是用Google PIN或者是它Original的那个输入法就好 我还以为是户口的password被reset还是什么 还麻烦了学校的admin去reset回password 结果没有问题 他的问题是它会出现something went wrong 我们下载了这个Google Apps的device policy呢 就可以解决something went wrong的那个问题 来到这里,我们就按Next 然后他就会开始reset 然后他就会开始reset 因为有时候他们刚开始呢 刚刚加入account哦 他不会出现有问题了 就在用着用着的时候 他就发现你的Google Classroom 你的Google Meet不能进 然后我们就安装了这个Google Apps device policy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选择activate过后呢 我们拉下来 按Activate 按了Activate 然后我们按Enforce 其实这个device policy的视频呢 我在上次的影片已经做过 不过这一次是因为学生遇到问题 然后他的网件不给力 然后我通过遥控的方式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特地敢来这里帮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回到Google Classroom 然后看看刚才的问题有没有存在 然后看起来是没有问题啦 我们试看进入Google Meet OK Google Meet也能够打开 所以问题解决了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啦 就打开Google Classroom 然后打开Google Meet 它都不会有出现something went wrong的问题 OK 希望这样可以解决到一些家长所面对的问题 然后注意大家不要安装任何的字体 不要使用不同的字体 不要用它系统里面能接受的字体 不然它的Password不能接受 它的Account也不能接受 OK 所以现在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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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